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多次参加过汉鞋组织的大名宁静王祭祀 在2020年著名的座职人方文山老师还现身穿着汉服来开罗 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台湾汉服圈一年一度的大活动之一 那作为汉服爱好者的我来说肯定是不会错过的 在那天汉服爱好者们都会像我这样穿着汉服 到宁静王墓园祭祀宁静王朱处柜 之后还有英台的汉服走秀 鼓乐坛秀 那老师你知道朱处柜为什么会仗在台湾吗 朱处柜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九世孙 元祖辽王朱侄是朱元璋的儿子 朱处柜出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 当时朝政腐败博士大不如前 朱处柜十岁的时候被封为祖国将军 他指格壮硕文武兼修 在家乡湖北京州佛有名气 在他25岁之前的岁月可以算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因为在明思宗的重真十五年 来自海西米之县的李自成以及定边县的张献忠 率领着军队封陷了京州 朱处柜被迫逃亡到了湖南 两年后明思宗自义殉国 明朝灭亡 明神宗的孙子胡王在南京称帝 地图延续明朝 史称南明时期 朱处柜就与兄长长阳王朱处雅一同投校 当时朱处柜受封为镇国将军 驻守在浙江 可惜佛王政权被清军歼灭 明朝夷臣又涌立了鲁王在绍兴监国 鲁王和朱处柜的辈分相同 虽然没有称帝 但是非常器重朱处柜 让他承袭哥哥长阳王的爵位 因为哥哥在兵荒马乱中生死不明 朱处柜很是担心 不久听说哥哥逃到了不见 朱处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因为正成功的家族 在福州又涌立了唐王为龙武帝 朱处柜前去拜见 终于和哥哥团聚 而唐王将他封为明镜王 不称长阳王 但是朱处柜明显的感觉到 唐王与鲁王貌合神离 这让他相当的沮丧 大家同是朱姓子孙 也有着共同的目标光复明朝 为何要兄弟戏强呢 相信大家对这位唐王比较熟悉 因为他将正成功伺予国姓朱 所以正成功被称为国姓爷 可是随着正成功的父亲 郑之龙向清军投降 唐王的龙武政权也迅速瓦解 接下来是崇祯皇帝的唐帝贵王 在广东赵庆成立政权 年号永历 这是南明四王中的最后一个政权了 贵王将正成功封为颜平王 这时候的朱树贵往来于金门下门 颇受正成功的敬重 算是颠沛流离中的小确幸 很遗憾的是百清势力节节败退 骨王在金门并故 而贵王流亡到了缅甸 最后在云南被吴三桂所杀 正成功也在来台四个月后去世 正成功的儿子正经继位 此时朱树贵担任荣誉职 和八百多位的明朝中心遗老来到台湾 时间是西元的1663年 听起来真是很波折的一段经历 那朱树贵来到台湾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正经在成天府就是今天的台南赤坎附近 修建了宁静王府邸 原本要给予供养 但是由于金队不足 只好让朱树贵带领着农户们 一同在高雄陆竹区一带自行开墾 朱树贵人先河 指导大家修除灌溉水盾 过种耕种收获剖风 还可以上缴赴税 为当时台湾的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的改善 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正经深感欣慰 朱树贵更是百姓们 所尊敬的大名王爷 可惜正经执意要参加吴三桂的三凡起兵 破坏了现有的宁静 朱树贵大失所望 也果然不出他所料 正经的军事行动失败冒中 正经去世后 朝廷里发生内斗 年仅十一岁的郑克爽继位 康熙皇帝下令师郎平定台湾 朱树贵眼见光复明朝的大势已去 新会议冷下决定自杀 朱树贵的原配妻子和子女都已不在人世 他的五位侍妾不愿意改嫁 集体自杀殉情 朱树贵对人世间再无留恋 他将他们恋葬后 召毁了所有的土地契约 把田地奔赏给了所有的殿农 然后他穿戴整齐了 自已得年66岁 当地的百姓感念他的恩德 不仅为他送别安葬 还刻意的安排不少假的牧种 真怕清军来台后会加以破坏 直到20世纪 牧种还被发现 仍有当地的居民维护 至于宁晋王府邸呢 则被改建为大天后宫 到了清乾隆十一年 树立起墓碑 明晋王从死 五飞墓 朱树贵这一生高风乱世 未飞未敢忘忧国 是个悲情的王爷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儿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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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